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盘起 对 两个人交锋的第三盘 前两盘已合起告终了 对 这次的赛制是采用的 第一阶段是小组循环 第二阶段就是当时他们两个都步入最终的决赛 对 关亚军决战 单挑的时候采用的是六番慢起 如果打平将进行下赛的这么一种赛制 对 60加30 这个翻战以普通的循环赛会有很大的差别 它要求棋手更有针对性 好 我们大家来看棋盘 现在就形成了中炮直居 对 左泡风居 左泡风居的这么一个开局 这个左泡风居应该说是有来已久了 是孙永征喜欢下的吗 孙永征应该说走队并不是很多 是吧 我也是见他左泡风居走的不多 平方马居多 对 最近我看了一下孙永征的队局 特别是在高水平的比赛当中 他经常是采用一些较为冷僻的走法 我觉得他可能是针对不同的对手 尽可能出奇致胜 他有这么一个指导思想 但就这个开局来讲 我认为黑方还是容易吃亏的 是吧 因为这种棋 他就说等于象棋 我觉得就是 作为我们传统文化 他非常讲究一种含蓄 厉烈 你要是 这比较直接了 战略眼光来看 你要走的棋 要想得更长远 那么黑方左泡风居 这也是一种非常讲究战术的这么一种打法 但他毕竟过早的 就说的暴露了自己的这个意图 让红方比较有针对性的 可以采取相应的这个对策 那么红方共参兵做非常好 随时有马三进四 将来这个马一跳 来摆脱这封锁 就这个乔西兵这么一种棋 那么黑方必须走泡风居舞 来牵制红方三个马 当然并不是说红方现在就不能跳 红方跳也是一种很积极的打法 但是你跳完以后 黑方可能不理你 他走马二进三 这儿呢就是说你将来你左翼的子力呢 出动比较慢 对你在上马的时候将来呢 他捞泡滑鸡 然后骚扰 所以说这个棋呢 那红方会马四进六 黑方再军一片 那么黑方呢也可以跟红方呢 对抢先手 对这也能看好 那么本局当中呢 那红方走兵三级 黑方走泡风居舞以后呢 小郑呢采用的是兵七级 对 这盘棋呢是两个人第三盘棋的交方 前面两局棋呢 双方全部打成了合棋 对下的比较平稳 那么对局呢一共是有六盘棋 因此呢是双方一种全面的这种较量 双方叫较量 开局 对 你这个研究准备的成果 中长局的力量 还有两个人对两个人的这种彼此的这个了解呀 甚至呢还有这个据说这个各自的这个队友 包括教练都组成了一个相当强大的这个团队 甚至是有一种团队与团队之间抗衡的这个 据说呢这个上海队的胡荣华胡老师 这个谢静还等这个队友的 在这比赛之后呢都是 帮孙永中去准备了 就是留在了这个赛场 没有回去 但是帮孙永中准备了多少 这个不得人之间 另外呢这个四川队呢 也是以这个奖学生的眼中 还有一些队友在内的 也有一个后备团 也帮助这个 郑微彤呢进行了适当的这个准备 说明对这比赛非常重视 这二呢黑帮走马路进三 两头蛇呢 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能够抑制住对方的两个马 对 然后在虚图呢 采取这种 克制以后再进行攻击的这种线路 胡坡挑边马呢 就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走法 除止100也可以跳正马 正马它大致走法就G1平2 虹方G9平8 这是比较常见的下方 黑方走G2平4 也有走G2平6的 G2平6就是寻求一些更激烈的变化 G2平4就是虹方走刨7平9 这走的是最多的 G2平8 然后虹方走G8平6 这对上 represent 黑方有刨8平7的 有足利器的等等 但总体的感觉上来看 红方还是有一定的线性之力 黑方将来这两个码受制 在进攻的环节当中 总感觉稍微有些吃力 那跳边码呢 这个你看是赵卫通准备的吗 这个也很难说 因为赵卫通不一定准备得到 对方选用 走左方军是吧 因为左方军在80年代 一度比较流行 就是在我刚学习的时候 我们小时候都专门学开局 但是这个旗呢 到了这个90年代以后呢 逐步走的人就越来越少 那么现在对抗中炮的 最有效的办法应该首选平方马 其次是反攻马和顺炮 顺炮跟反攻马呢 也没有平方马多 交错而出 那这个旗最正常的 以往出现的走法都是出局 再出局 黑方走居二进五 对 这是常见 你这个走到这个地方呢 这儿就不一样了 红防抛啊军以后 将来他打兵式先手 还可以再打这个兵 这个红防认为呢 就是比较好下 所以说经过历来的这个选择呢 黑方最正的 第二进五十关子 就说你再平 他可以吃你 这儿对你有威胁 这儿呢 红防有不适啊 还有什么炮物退役啊 还有炮瓦瓶漆 这几种走法 那么这些走法呢 都是比较正常的 以往骑手都下过的 也是红防略占一些先手的 这么一个盘面 那么本局当中呢 这个孙宁中就是 直接的泡打瓶漆了 就是走了一个 好 我这么理解 就好像像啊 这个开局当中 就释放了这个胜负手 对 他就提前问 对 其实这招棋呢 从赛后的结果来看呢 我觉得是有点过于 并不理想 对 就这种棋 一旦你成功了 你也会给红防很大的威胁 甚至有反击 强烈的反击 对 但是红防如果走好了的话 正如实战当中呢 这个小郑的通过判断呢 他走得就非常好 走得比较严谨 对 他就强行的 嗯 就二斤九 这个把你去对掉了 抢先手 他不怕丢相 对 我们看看实战啊 那么黑方 也就是把相打掉 反正你不打 他下部棋可能飞起来了 对 因为这种棋呢 等于是 既然走了吗 就要把相吃了 等于是红防杀了黑鞠回头 这儿黑方在速度上呢 这个马八进击 又马七配杀 嗯 这部署上已经亏了一步 但是他的补偿呢 就得了一个像 就是看黑方这个像的 吃完以后 获得的这种攻势 能不能弥补 速度上的 这种方法 能不能在横防又一九攻期 那么接下来 红防走 跑来兵器 嗯 他准备呢 兵器击 如果你走边向的话呢 红防可能又聚有兵八 对 他的速度也依然很快 下部有聚八字六 对 这样黑方显然慢了 那么黑方呢 这个棋 他可能是 聚就聚集 这个准备的这个计划 那么红防呢 就是采用了 这种极尽的 也挺强硬的 对 因为这个棋呢 作为红防来讲呢 右翼呢 已然无法进行 妥占的防御 对 那么这个棋就是说 形成了双方对攻 各攻一翼 这么一种打法 那这个棋就是 拼速度了 对 很快两人就打起来 这个胜负呢 就是看谁的速度快 好西平均 红防呢 15斤6 这步棋很重要啊 这个棋呢 如果让黑方这个拘 调整以后呢 会有些麻烦 等于红防呢 随便来先叠霸呢 他先把这个势呢 扬起来 对 来化解削弱 黑方这个底炮的 这个威胁 嗯 那么黑方 将一军 我们往上帅 上下 再将 对 然后我黑方走 炮五平坡 就是黑方这个棋啊 这个马啊 它不好逃了 就是 如果你逃到 窝心这个 最不可取 炮五金色了 这个打的没有太厉害 如果你马三对应呢 它将来居足比八 就是速度也慢了 它居八进八 这个速度 它甚至还可以先打一下 把你中炮 弃住 我想这肯定不是 所以说 设计的 黑方呢 按照这个设计走 那么红方这个时候呢 也没有去掀过 我觉得这刀走挺好 它先把锯出来 它看你这马也不好逃 对 那么黑方走 G八平七 马三这样定 嗯 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来不及 走这个金炮 如果这个黑方 这个炮要能进来的话 这个往往 大家看 如果没有这个炮的情况下 这个金炮就特别厉害 下部就快绝山了 下部G八平六和G八平七 都不逃到党了 对 但这个棋呢 红方呢 正好有一炮进行对炮 等于你这部棋还白走了 对 所以黑方呢 只好先平局 红方 马三架 黑方 对 去七退三 杀回来 尽管这儿的棋 是一个双方对攻的棋 但是红方呢 先动手 大家看啊 红方拱掉 现在要打相 对 这个相一打 肯定动作太快了 因为打一将以后 它可以抛弃平九 还带着这个抽车 黑方呢 必须要逃向 但这个相怎么补呢 它也比较痛苦 对 它往中间补很难受 如果相三进五 红方炮五进四 十六进五 对 红方这个棋有一炮五平八 这是杀 对 这是杀棋 而且它将来还可以马上退三 对 这个炮呢 能躺一段 起到了掩护的作用 对 黑棋进攻带来防守的问题了 所以黑方这个棋呢 很无奈 它选择了一个黑边相 那么这个棋就说 看张维彤怎么走 张维彤呢 表现得也非常好 这个棋呢 很积极啊 新和状元很积极 因为这个棋呢 作为红方来讲呢 也必须呢 来想办法呢 延缓对方的这种 整体的进攻速度 对 但是这时候黑方没吃马啊 实际 它如果吃马 我们看 一下子它是什么变化 对 红方可以在聚八平二 把它 点住 拉住 这样它点亮 黑方只能僵 你要泡腿 他还怕泡五平二 我们来进阵 把红方打 这个棋呢 正好出现了棋规 一僵 一上帅 泡滑腿 这个棋如果要按亚洲规则来看 或者我们榜上经常下棋的这种 就双方不变作合 就是红方这个棋呢 它也要逃 也得下降 但是红方这个下帅 虽然是吃炮 那么黑方一僵 一上帅 这招棋算什么呢 算打 它怎么打呢 因为它可以僵再僵 泡再僵 得子 得炮了 你瞎帅 它把你炮打掉 那有的朋友 有可能问 那你说我得了这个炮 但是奇要输了 那跟赤子没关系 我们规则上来看呢 就说这两步循环的话呢 最终的变化结果呢 就是黑方必须要变成 黑方不能这么走 是 所以说黑方不能这么走呢 它除了这区群帽以外 又没有第四个子力呢 能够过来 所以也就意味着 这种走法呢 是不成立的 对 那孙永峥当时 是不是因为看到了 这不想合 不是 他走这个 他变招嘛 这个的结果 他必须变招 变招就输了 所以他很无奈呢 就是跳了一个马 马达尼奇 没有 他刚才追了个试 对 刚才追了个试 那么红方也比较简单 他打了枪 他打了枪 对 那黑方还只好出的 他降五平六 如果飞枪的话 他怕将来平逼 是杀 还得出 降五平六 这儿红方呢 就形成了多次的优势 对 这样一退马 感觉是红区黑鞋的攻势 不好攻克 就是红方呢 一下确立了 这个多次的优势 那么这盘棋呢 从现在开始 红方就是 积小胜为大胜 它是稳固了 这个多次的优势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不给大家呢 做特别细致的这个讲述了 G8推二 对 G7退一 他如果炮炮兵他打呢 就是说你基本上 把这线打了 他也没有攻势 对 他主要怕红方炮武推二 这儿红方还是走炮武推二 嗯 他是底线先 可以将 打了一个顿错 对 退炮打局 红方G8推二 对 这儿的结果呢 就是说黑方这种攻势呢 不足以弥补呢 这种 这种少子的这种劣势 对 红方平步兵 黑方再向进三 红方先走的炮武平四 他先 对 他先平了个炮 炮九平三打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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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七平八 向一 击三 嗯 然后他G8平五一吃 嗯 他吊住他 对 向三退五 红方又 炮四退三 退回来 就是这个骑的 看起来红方呢 也似乎有些阵型呢 对 不是那么轰着 但是实际上不太好 攻黑的 黑方呢 就是恰好呢 就是不容易这个 把子力渗透过来 对 因为他本身这个位置 还有些弱点 比如老将人在外边 对 这个套容易被捉死 他有些 真本的弱点 黑方只有进降了 嗯 冰九进一 红方 冰冰冰冰 对 狙其瓶四 这个骑呢 呃 红方就是 黑方也看不到什么好的办法了 这会儿可能 对 炮四进五 对 足气进一 晃了一下 然后换 红方这里呢 又走得比较精妙 对 他是利用了这么一个顿挫呢 又采取一种强行逼对 就是这个鞠又吃马 这个炮又来换炮 嗯 这儿呢 就是说瓦解了黑方这种 潜在的一些攻势吧 这越简化呢 这个骑呢 对于红方来讲呢 他越容易呢 这个控制 对 因为红方多刺 他这么 橘四进三一吃 对 橘四进三一吃 红方炮七进五一打 嗯 尽管黑方也能得回来 向五进三 他 飞了 可以了 马九进八一跳 橘四平七 嗯 这个骑红方炮七平九 嗯 黑方 橘七进一江 他也不理了江两军吧 对 江两军 他又把这四吃掉 对 橘七平四 红方炮九进四一打 嗯 黑方补过了个像 嗯 飞了个像 那么这个骑呢 就是红方由于多子 黑方这种反击呢 确定胜势了 对 冰八平七 他是先平这个 嗯 橘四催六 他想这个对子 那么红方就接受这个对子了 对 这个也够赢了 对 然后他又把边兵拱过去了 对 这样后面 橘八平七 就是主要 黑方这个七路足呢 嗯 不如他的速度快 冰九平八 足七进一 马八 马八进六 红方这个骑兵也 也行 对 马八进六 对 其实这个骑呢 就另外一种 还红方也走马八退六 对 都不让黑方这个足过 对 一过我马了进五 灯光 才说啊 这样怎么都够赢了 对 马八进六 出降 他足引过来了 出降 然后下兵 下兵 嗯 15斤六 补了一个 好 我们就看最后结果吧 冰七平六 我们这个七呢 就不用 14斤五 马六进七 这个七就等于 红方的速度 要比黑方 对 要快 15斤六 别 15斤四 15斤四 居五平六 一桌 嗯 然后他一退 一共中式 兵换双式了 对 黑方把它落掉 再蹬掉 嗯 然后黑方这个旗呢 这个七足呢 根本来不及 下 他现在无奈 对 下足了 他也要追求点速度 那么红方就比较简单 对 下 对 平平直线 就把这个像 对 然后一平一平 他聚一将 嗯 进将就马五退七 对 这样黑的 他现在他先走了 聚四边 他是先马五退七吧 他是先走了 聚一将 居六平五 对 居四平五 还有一出将 对 他退七 居五平六 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他一将 一进将 重方 对 绝五平四 绝杀 这是双杀 一个是居四进五 一个是居四平五 这样正好 黑方的足够不上 这盘棋呢 应该说这个 孙永征呢 在第三局输掉呢 但是他还有三盘棋 对 还有最后这个三局棋 但是郑维通也是领先 比较舒服啊 那好 稍后呢 我们再带给大家呢 这个两个人 这个决战的这个 精彩的戏剧 对 我们稍后看第二盘 好 朋友们 接下来呢 我们带给大家的 是他们两个人 第五盘的这个战斗 对 前四盘呢 就是等于双方呢 还是 以这个郑维通呢 领先 一胜三合啊 领先 对 出于领先 那您说 他这第五盘 应该是什么心理了呢 第五盘其实是这样 就说的看他们两个人 各自的心态 对 大家知道这个对局啊 一共是六盘半棋 如果有任何这一方呢 提前取得3.5 也就是取得三 比赛就结束了 对 取得这个 过半 对 3.5的优势呢 就可以呢 提前下完了 对 他其实第三盘的赢气 还是挺大的啊 那肯定 嗯 就说这两个人的 由于实力呢 也非常的接近 对 所以每一盘的胜举呢 都很重要 那么神仙领先 也就意味着 赢得更多的主动 那么孙永征呢 在他自己开先的 第二和第四的局当中呢 也都没有走出任何优势来 对 所以说如果棋局呢 一直这么发展下去呢 如果是走成合棋呢 那么最终呢 这个小郑将取得了这个获胜 对 但是第六盘 孙永征又开先哈 这事就很难说了 布局呢 我们啊 已经给大家呢 不知不觉就摆完了 对 等于是 红方走的是顾河区 对黑方呢 强警其俗 那么对于以往 黑方走足三级 这种两头蛇的阵型呢 孙永征呢 在这里呢 做了一个比较大的 这个改进 改变 也不能说这点好 也不能说坏 反正是也可以 以往走的人呢 比较少 对 在高手当中呢 几乎看不到 他还是想出其不意 对 所以说作为郑维彤这般棋 如果他求稳 想立于不败的话呢 那么还是比较容易把控的 对 但是他呢 又看到对方呢 走的这个棋呢 有一些奇怪 最起码是跟平时的走法不一样 所以呢 郑维彤呢 我想他心理上 就是想 放开呢 去拼杀 那么到底 后边呢 孙永征准备了什么招 我们就再往下看 他这般一棋一赢 就能提前夺关了 对 这个棋呢 黑方租三级肯定是不行 因为这个阵型太飘 红方这个 从中兵 对 这个进攻速度太快 那么黑方走 居八家 对 这儿呢 就是等于完全一个陌生的 这个领域了 当然红方 他有主动权 可以再走回来 黄尔安中的高居包马 这儿就等于是 红方近期兵 走正马的这种 过后局 对黑方平炮对局 以后的高居包马 对 那这种走法呢 那么黑方一般会飞个三项 红方 马七之牛 那么黑方强硬走 炮二进尺 这个棋是非常复杂的 他还有先走 正常变化 你炮二进尺 他再炮二进尺 是 就这个棋呢 就是容易走入啊 双方非常复杂的 错纵复杂的 这么一度变化 对 很有可能呢 就是双方激战中局呢 就要分出胜负 但小郑没有还原成 对 他呢 选了一个比较积极的下方 他选了另外 这种线路 那么从对局的进程上来看呢 张维同呢 还是非常想呢 这个这盘棋利物先手呢 这个获胜 那肯定是 你看他选择的策略呢 并不是这种四分八本 对 其实换句话说呢 如果张维同这盘棋先手 选择一个较为稳健的 这个策略的话 如果在这盘棋之后的 第六盘棋 他如果下成合棋呢 也就可以在比赛当中呢 就是战胜他的 取得最后的胜利 对 这个对手 但张维同从他的进程来看呢 他是想 这个 利用这种先手啊 先行之力啊 一股作气 冲击一下 来战胜这个对手 但这个棋呢 又是呢 走入了一个 双方都不 比较少见的这么一种棋局 对 你比如说这种棋 到底应该怎么选择 就是双方就 就临场啊 对 在短时间 如果你像马 那么黑方有可能有 抛尔进一的可能 打局 对 你吃兵 他对方的心上不像 对 这儿呢 红方呢 比较稳正 就是说也不好推进 是 那红方呢 这个时候呢 他就选择了并武棋 他想呢 从那个中路呢 就打开 对 黑方马棋进入梯了 这个棋 凭感觉来看 黑方马棋进入梯也很稳 但是苏文灯呢 就是故意呢 露出这个破绽了 他走马棋进入梯 看你敢不敢吃这个象 当然这个棋 红方 这个象是不敢轻易吃的 吃相 居有点矮吧 吃这飞 你这个居啊 位置差 对 你再高回来 对方有抛尔进一打 对 他将来这个 两个马都有脚 对 吃一个象呢 帮对方走好几步棋呢 作为红方来讲 显然不便宜 对 所以他走马棋进入梯 这个棋呢 可能是啊 当时正为同一个理想的旗途 他认为黑方可能只能上哪个马了 那么上哪个马我都有 对 这样不怕 逼对后炮 正好说个弹子炮 对 你上这边 我这边抽 对 那么这个棋呢 正好黑方呢 走了一个好手 炮尔军四 他走了一个炮尔军四 因为先轻后续 这么一种做法 对 那么再一次选择权呢 留给了这个红方 看红方是选择复杂的 还是选择简化的 那从实战的过程来看呢 红方依然是选择了 非常复杂的这个变化 对 本来红方要想简化的话 可以简单的炮 我已经是 那黑方只能电中鞠 红方可以炮 把边边打掉 这个棋就简化了 那么黑方 瞬间就换子了 对 你早晚要打这个马 换掉以后 那么他还可以补一个炮 这个棋呢 这样比较平 下部他把局处出来 对 红方双军双冒呢 子力也比较迅速 这个棋应该说 双方呢 就是奔着河的方向 去发展了 90后的全国冠军 是比较 对 那郑维彤呢 大家也都知道 他今年的在 个人赛当中呢 这个 首次呢 这个黄方加深 取得了这个 才有资格参加这个比赛 全国个人赛的这个机会 那在小组赛当中呢 郑维彤也应该说 下了顺风顺水 对 四胜三合 他在他们那个组里边呢 这个 战胜了很多这个 老将 对 本来 这个比赛呢 就是 也成为了一个 这个年轻选手 跟老棋手的 这么一个分水里面 对 就是 较量一下 年轻选手呢 这种优势是比较大的 是的 给人的一种直观的感觉 真是长江 后浪推进了 一代 新人 换救人 就是说的 年轻选手的优势呢 在本届 闭鬼院当中呢 越来越明显了 得到了一个 非常明显的 这种 这种情况 那现在这个棋 作为红方来讲呢 他选择的是 实战是兵器 我们刚才说 他炮五金四 另外他也可以走 去九级 也是可以 甚至补一颗式 就是红方有多种选择 那么临场当中呢 我估计啊 这个 作为郑维彤来讲呢 作为双方来讲 压力都很大 对 郑维彤呢 还是想去继续呢 这个进攻呢 是 那么黑方接受这个队兵 红方 马五金七 马五金七一当 这样黑方不像 红方在马七金五 本来黑方也可以 马五金六 他实战走马五金四 那么红方走 鞠三平六多 对 黑方鞠八金三宝 这样黑方盯住后炮 显然这个绝对不怕 这个棋呢 作为红方来讲呢 他也不差 红方兵三金一 走的一个很好 因为你换了以后 红方明显占一个 他马四金六 然后红方走鞠九金一 护住这个 他把三平弃了 那么目前为止呢 红方走的 也没什么问题 也非常不错 那么黑方呢 也是积极呢 来寻求这种反攻 对 就是这个棋 走的非常好看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不能给大家 说的很细了 对 红方走鞠九平七 拉住他 这个棋 仍然很值得玩味 当然红方除了鞠九平七 以外 还有鞠九平四 多种做法 那么这周棋呢 凭感觉来讲 黑方可能应该走 炮九金四好一点 红方 但是红方有马五金四 他将来挂脚 黑方还要炮平四 这个棋也非常复杂 对 红区这几个字也挺开的 那时代当中呢 就是黑方就居居近四呢 强硬的把红方向呢 砍掉了 对 他想在红方的右翼 出点棋 对 做点文章 这个棋呢 时代当中呢 红方呢 可能这个郑微童啊 心理压力太大了 临场的时间也耗得比较多了 对 肯定是 他呢 可能是在这个巨额奖金啊 即将这个 向他招手的时候啊 心里绷不住了 这个心态上呢 出现了这个严重的这个问题 是吧 嗯 从这个招法来看 红方这个棋应该走马五金四 就比较冷静 如果黑方握僵的话 黑方 可上是吧 这样他 黑方 这里有这么个棋 炮平六 就是他杀势 这个棋 红方入十六镜的 黑方马森尼尔这个反击很厉害 啥想 你的退体鞠 你这个棋就被动了 但是红方这个棋 它有好棋 红方可以上一步老顺 我们 给大家 把这个关键的地方摆出来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 来看 红方这个棋 有一个弃鞠的棋 这个我也在 学习这个对鞠的时候呢 发现红方有这么一个 绝好的手段 如果把鞠吃了 如果你蹬了我鞠 我就马森尼尔把你蹬掉 这个棋啊 又是挂脚 又是卧槽 黑方很难这个守 所以说走出棋鞠的棋 我认为黑方走得再好 还是红方 这棋优势 是吧 那就真的 对 胜利招手了 但是这个棋呢 又非常复杂 临场呢 很难看啊 主要变化太多了 对 爬王就得难看 对 他马尔尼尔的 他一定是顾及 马森尼尼泡尔瓶流 对啊 实在当中呢 红方呢 就说的 产生了幻觉 是错觉 是吧 他用炮打这个像 然后人相近我一飞 然后他又怀疑化 他可能认为 这个棋很厉害 中间很厉害 你炮一 像一桃 我就挂脚江 我就形成杀棋了 对 但是呢 黑方呢 有这么一反将 气局我想他也看到了 对 红方走这个呢 他感觉黑方有炮酒瓶流 对 他就强行把这个马又砍掉了 对 我想这是在他计划之内 但是他没看清楚可能 人家把这一吃 他误以为啊 这个炮一打江 就有棋了 对 然后把这个炮一退 以为这种棋呢 黑方很难硬 但是孙永征呢 毕竟呢 非常老练 对 爬王 他利用上架 然后他平居是 叫子 那么对方出现 你不能老这么走啊 对 犯规 那么最终呢 马八斤六一跳 马八斤六 来 我们只能要摆快一点 这样他炮二瓶酒 炮二瓶酒 这是一个绝好的反击 他主要要聚姜 来回冲一子 对 红方呢 他叫居住平一 来跟住 来吃双抱 那么对方 抓住这个机会 他可以把老将出来了 聚紧 他吃掉一个炮 十四斤 黑方补一手势 等于黑方这个降服呢 越来越安全 对 这样他马六退七退了 十四斤 对 聚起平三 够 马七斤八一跳 他刚才炮可能是炮退的一步 炮五退二 是退两步 马七斤八跳 马七斤八跳 后聚平二 对炮都退的两步 对 退的 差一步 对 是吧 退的一步 要退两步 有炮五六箱 对对对对 这样他炮五进二了 看上 这样就没什么齐了 对 这个齐就等于简单的说 黑方利用这些手段呢 就是把红方呢 这个攻势的化解掉了 对 黑方就爬王什么的很冷静 一杀势 杀想 杀想 对 这样 他一走什么 他一杀势 挖五进四 跳 对 一聚三平四 他守不住了 对守不住了 这样肯定守不住了 一上将退 退 就继续走 对 最终的这个旗呢 走到这儿呢 就是黑方呢 锁定了这个胜局 对 红方就说 总之呢 这个弃子弃得太多了 然后没有形成 这个杀棋 是 那么这盘棋呢 也就是说 最关键的第五盘棋呢 那么孙永征呢 给搬回来了 终于决力好击 总比分担双方打算了平局 是啊 那么在随后的第六盘棋当中呢 双方再一次呢 下平 对 是 在最终的加赛快棋 第二盘加赛快棋 这个孙永征呢 好手 最终是战胜了这个郑维童 而获得了这个 本届碧桂园比赛的这个冠军 在此我们也表示 长得祝贺 也好取了70万的这个大奖 是啊 那好 今天呢 由于这个时间的原因呢 我们大家呢 就像大家呢 这个介绍到这里 好 观众朋友们再见